這男子拿著棍棒 衝進大東夜市的淡珠台攤子 二話不說 先開閘 對著機台大力狂敲 老闆衝上前 制止一人落跑 兩個人被壓制 募集民眾傻眼閃避 遠景來到大東夜市 三支球棒丟在地上 機台玻璃也碎了滿地 六號晚上九點多 淡珠台的老闆 懷疑這三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年 是刻意來鬧事 老闆無奈說 這是頭一回碰到有人鬧事 至少十台淡珠台被砸壞 員工手掌也被割傷 之前根本不認識的三個人 決定提告毀損跟傷害 援警將兩名少年 代盤所接受調查 對於現場逃逸少年 警方將釐清深問後 通知道案說明 為成年男子不顧大東夜市人潮眾多 大膽雜談 背後是否有人指使又或是單純 跟店家起口角引爆衝突 警方還要調查 三類型王少宇 灰山談的報導